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中国体育报业总社联合咪咕报道团前方记者温德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之森水上竞技场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男子1000米双人滑艇的项目当中 我们的中国选手刘昊和郑鹏飞是以3分25秒198的成绩拿下了一枚银牌 其实纵观整场比赛呢,我们的选手在前750米都是保证了绝对的领先 但是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呢,古巴的两位选手是依次超越了德国选手 然后超越了我们的中国选手,最终以0.203秒的微弱优势拿下了这枚金牌 其实就像我们的两位选手在赛后接受我们混彩的时候所说 其实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,因为不到比赛的最后一刻 你永远都不知道谁会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虽然说对于我们的两位选手来说 没有能够在东京的奥运会当中为我们的中国军团再下一筋 但是这同样是他们在这一个项目当中为我们创造的最好的一个成绩 在赛后的发布会上,当谈及到家人的时候 郑鹏飞也是掉下了眼泪 他表示,其实非常感谢家人在这备战的几年当中对他的一个支持 因为备战的这段时间确实很苦 所以不光是家人的支持,包括国家队给予他们的支持 他们都记在心里,也希望他们能够带着这份国家的爱 带着这份家人的爱 能够在皮划艇的这个项目当中,能够越滑越快,越走越远 以上是中国体育报业总社联合咪咕报道团前方记者温德馨 全正从现场为您发挥的报道